2023年买房,优选楼盘,团购看房 2月份第一期,总价80万选哪里 本期我们重点挑选了5个板块,共7个楼盘 第一个,东西湖林空港板块 该板块到汉口中心比较方便,已经通车了轻轨一号线 同时板块内除了没有大型商业配套之外,学校、医院已经落地 当然,该板块的缺点是在飞机航道侧下方,会有一定的噪音 具体楼盘有新城逃离军 该楼盘目前在售三期,离地铁口比较近 总价80万可以选95平的三房户型 楼盘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比周边楼盘更优惠 缺点是楼盘品质一般 第二个,黄金口板块 该板块最大的优势在于已经通车了地铁四号线 并且到汉阳城区,以及武昌和汉口中心较为方便 缺点是周边的配套还没有起来,需要时间等待 具体楼盘有京地国际城 该楼盘体量很大,容积率比较低 后期居住舒适度是不错的 总价80万可以选到89平的小三房 缺点的话,还是这个板块的配套目前还没有起来,需要等待 如果着急小孩上学的客户,不太建议购买 接下来,第三个,盘龙城板块 该板块内已经通车两条地铁 板块内的生活配套,以及学校配套都比较齐全 缺点是离汉口中心稍微有点远 具体楼盘有华发越修越幅,以及大桥龙城 总价80万可以选到90多平的三房户型 前者是七房,交房比较晚 后者是县房 接下来,第四个,洪山区的清零板块 该板块房价在大武昌区域算是最低了 板块内已经落地了小学,以及初中 但地铁估计十年都不会通车 暂时也不会有大型商业综合体 具体楼盘有大华公园城市 总价80万可以选87平的三房户型 接下来,最后一个,小军山板块 该板块最大的缺点是离中心城区比较远 板块内目前已有地铁、学校、社区商业等基础配套 同时小军山板块内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以及三甲医院也即将陆续落地 具体楼盘有春台礼,以及中建一品蓝屏 总价80万可以买到90平到100平的三房 最后,需要楼盘资料,以及团购看房预约我们 武汉选方网一对一服务,并享受与开发商的团购服务